邻居们嘲笑他的房子 直到门打开时 所有人都震惊了 从住在下水道的超级英雄迷 到让你在巨蛇肚子里 挂叶的怪异公寓 再到末日生存 能抵御荷豹丧食的超级堡垒 这些逆天改造的超广住宅 绝对会颠覆你的想象 你好 我家又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地球上最怪异的超广建筑 如果让你设计个独特的房子 你会怎么设计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身为漫画迷 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来看这个人的家 在用一个超库宣的方式开门之后 你的第一反应 是不是这间家太小了 连蟑螂都要车着绳子走啊 但事实上 他的家不在地面上 而是在下水道里 没错 他受到忍者龟的启发 在下水道里建了个超库的房子 下去之后迎面而来的是一条走廊 跟着小狗走进其中一条分道 你会看到一些超级英雄的道具 以及一台洗衣机 如果你以为他只是台很普通的洗衣机 那你就错了 在房子主人开始转动洗衣机上的按钮 然后打开之后 原来这不是洗衣机 而是个密码门 进去之后 里面是个电脑房 而椅子的后面 又有一个大冰箱 打开来看 诶 这件事是个冰箱啊 里面放满了汽水 于是他随手拿起一瓶汽水 再用冰箱门上的开罐去开罐 按一按 冰箱左边的按钮 冰箱就直接打开 让他通往零食区 走进去 其中一个柜子 放着一个钢铁人的摆设 只要他按一按心脏 上面的柜子门就会打开 然后出现一个 类似门锁的装置 他用指纹一扫 门就开了 而里面竟然是个小电影院 纽约布鲁克林的房租 是出了名的贵啊 所以这位兄弟呢 决定发挥自己的创意 在垃圾桶里建个家 别看他的家 只是个垃圾桶 打开来 里面的设备应有尽有 有厨房 厕所 甚至还有窗口 把垃圾桶做出别墅的感觉啊 不过 唯一的缺点 是他需要裸着上身 走到摆布这里 没错 这是个室外浴室 建筑师Mario 把比利时一座古老的水塔 变成了一个超窟的家 这座30米高的水塔 建立1938年到1941年间 但是现在 它摇身里变成一个 高科技现代住宅 卧室 浴室 储藏室 应有尽有 而且还有一个全景露台 怎么 是给皇帝看自己的江山用的吗 2007年 开始翻新内部之前 他们已经把外观也修复好 Mario 和他的团队 先是修好破损的混凝土柱 然后重建所有的砖缝 再扩大顶楼的窗户 不过 这间房子最厉害的啊 是装了个高科技的家居控制系统 想调灯光亮度和颜色 想每个房间的温度都不一样 还是想控制音响音量 全都可以 在墨西哥城 有一座被称为 巨型海螺屋的奇特建筑 它不是普通的房子啊 而是一个巨大的贝壳 这个独特的家 是由建筑师哈维尔在2006年设计的 当时有一对带着两个孩子的年轻夫妇 觉得住在普通的房子太无聊了 想要跟大自然更亲近 于是 这位建筑师就设计出这个海螺屋 这房子的灵感 来自高地和法兰克 洛伊·莱特的作品 里面到处都是平活的曲面 螺旋楼梯和针的植物 走进去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入口 就像从一面彩色玻璃墙凿出来的 走进去后啊 五彩斑斓的光点 撒在墙上 没得自己都快变成一颗珍珠了 不止这些 这房子是用铁丝网架子 加上5.08厘米厚的混凝土建成的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 但这种结构既能抗地震 又不用经常维修太方便了 讲真 如果有人送你这种豪宅 你敢住吗 别急着打我 先听我说完 拉开窗帘 你就会发现里面麻雀虽小 但五脏俱全啊 而且这个灯光 以及这个电脑配置 这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电竞小房间吗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想说 啊里面弄得这么好看 为什么外面不弄得好看一点呢 不过我们觉得这样很有反差感 而且还能起到保护作用 毕竟小偷看了都想捐点钱给你了 不管怎样 这间房子教会我们一刻 那就是千万不要羽貌取悟啊 再来我们一起看这栋价值 280万美元的真实版 石头家族的房子吧 这座石头家族之家 坐落在美国加州西尔斯堡 开车经过的时候 你肯定会忍不住多看两眼 1976年 建筑师William可能喝高乐 突然脑洞大开 盖了这栋其他的房子 他们用冲击气球 撑起钢筋网 然后再往上面喷混凝土 房子里有三间卧室 两间浴室 还有两个车库啊 其中一个车库的楼梯 是螺旋形的 设计灵感就来自冰淇淋桶 上下纸巾还一样大 里面所有的表面都是圆润的 尤其是组卧室的地板啊 甚至是用石头做的 不过这墙壁粗粗的 感觉摸起来像是 刚剃完胡子的鳄鱼皮啊 这房子原本是素白色的 只不过在2000年的时候 它被染成了亮橘色 后来其中一个圆顶 又被涂成紫色 大家都叫它石头家族之家 因为它很像石头族乐园 动画里的房子 它还有一堆别的绰号 什么圆顶屋 橡皮泥屋 蚯蚓屋 啪啪屋 反正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2017年底 新房主在院子里 摆了一堆巨大的恐龙雕塑 长毛巷 长颈鹿 以及石头家族的弗雷德 这下这里真的变成石头家族之家了 不过这房子可没少人麻烦 因为它太秀 邻居们都酸了 以至专门成立一个建筑审查委员会 看来要做个与众不同的房子 也会遭妒忌啊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黑黑的房子 别怀疑 这确实是个房子 整个房子都是用加固混凝土建的 非常坚固 而且它的墙壁还能移动 如果全部打开 这个堡垒就会变成一间豪华的别墅 如果关上又会变回一个 安全感十足的安全屋 核爆后的三十大军 你过来啊 在墨西哥有个超特别的Airbnb 可以让你睡在蛇的肚子里 这个地方需由建筑师 哈维尔设计的雕塑公园 哈维尔和他的同胞Louis一样 喜欢用浅色和形状来作为特征 而且他还从有机建筑中吸取灵感 将建筑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1998年 哈维尔在一片5000平方米的崎岖山谷中 盖了这座独特的建筑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是蛇的形状吗 答案是 他某天在洞穴路口附近 发现了一个类似动物的形状 于是他灵机一动 加上了一条尾巴 让整个建筑看起来就像一条 在乡间有洞的大蛇 这可不是普通的蛇啊 它的肚子里藏着十个公寓 只要给出217美元 八个人就能在这条巨蛇的肚子里 住上一晚 还可以随意漫步公园 吸引各种雕塑 现在这个公园暂时不对外开放 所以只有Airbnb的客人和当地人 可以独享这个神奇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想装逼发朋友圈 这里绝对是最佳选择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透明人 那这栋房子绝对适合你 这栋名叫House NA的房子 真的很有意思 它内部光线充足 阳光能够照射到每个角落 但隐私方面嘛 就有点糟糕了 这座84.91平方米的小房子 是由藤本建筑秀所设计的 它们的灵感来自于 住在树上的概念 那么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问 蛤?树上有什么好处的? 但这可不是普通的树屋 树屋的魅力在于 它的每个角落都不是完全封闭的 而是以独特的方式互相连接 那么你可以听到 从对面和上方传来的声音 甚至能跳到另一个树枝上 与不同树枝上的对话 这种近距离的互动 给人带来奇妙的生活体验 虽然这栋摆设刚架结构的房子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树 但在这里生活的每个时刻 就像是用现代建筑 重演我们祖先 住在树上时的感觉 来吧 让全世界都看看你的内顾颜色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离市区大约20分钟车闪的地方 有一排排普通的两层小楼 但在这些平凡的房子对面 却出立着一个巨大的四角UFO 仔细一看 这个奇怪的建筑 更像是一只巨型昆虫 或者是一架 选在山坡上的超大型钢琴 它到底是什么呢? 没错 这也是某个人的家 这个钢铁屋的主人 是个与众不同的艺术家 Robert 从1973年到他2008年去世 Robert花了35年的时间 亲手打造这个奇特的家 这座房子 做了在俯瞰蓝萨姆峡谷湖的山脊上 由150吨黑色钢铁组成 每块钢铁都是Robert亲手锻造的 几乎没有外人帮忙 这得费多大心机啊 屋内的窗户都是精美的彩色玻璃 内部用木头装饰 看起来就像是树干的内部 Robert原本还想加个水族管 加个游泳池 甚至想在墙上贴上模特的模型 但可惜的是 他到死之前 还是没能完全实现他的想法 有趣的是 Robert把这个钢铁屋当成一个爱好 而不是一个必须完成的项目 他可能会心血来潮的 放下几个月的建设不做 所以对他来说 房子是否完成并不重要 除了载人或半派对 一辆公车还能干什么呢? 诶不如把它变成一个 可爱的小度假屋怎么样? 这位创意十足的主人 真的是脑洞大开 他把一辆普通的公车 安置在一个高处 然后在公车顶部建一个小房子 让亲朋好友可以来这里喝茶聊天 不得不说这真的很强 不过我们很好奇 他到底是怎么把这辆公车搬上去的 在英国莱斯特 有一套公寓正在出售 他的内部装修 像极了星际迷航里的Voyager飞船 但这套房子的故事可不简单 他的前租人Anthony 曾经下载大量违法图片 而在2013年入狱 为了摆脱过去的阴影 Anthony的前妻 决定卖掉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是室内设计师Elaine活了10年 花费了数万美元精心打造而成的 现在他以89,590美元的价格在市场上兜售 不过由于厨房里没有烤箱 窗户也被车挡住 所以银行不给做抵押贷款 想买这套房子? 你必须准备好全额现金 那么房产的广告是这样写的 这广告写得真是既诚实又尴尬 这个被称为蘑菇屋或药罐子屋的现代住宅 引起古怪的外形而上了电视 虽然设计师原本想模仿白色的雷斯货 但这套房子的宗室外表 更像是一群巨型蘑菇啊 讲证,说它是外形人基地都有人信吧 这座奇特的建筑是在1970年到1972年 为律师兼艺术家夫妇Robert和Marguerite建造的 1989年它甚至被列为市集地标 这个蘑菇屋坐落在美国Powder Mills公园旁边的一个小谷里 整个房子是由四个80吨重的蘑菇头组成 每个蘑菇头都有大约5米的混凝土蘑菇饼支撑着 这栋房子的面积达387平方米 有三间的博士和三间浴室 其中一个蘑菇头是客厅和餐厅 一个是厨房,另外两个是卧室 还有半个蘑菇头是露天的假扮空间 是网上关心的绝佳地点 有趣的是,这栋房子最初的价格是110万美元 但却没人要买 直到2012年2月,它才以接近80万美元成交 看来就算是蘑菇,也得按市场行情定价啊 啤酒罐屋可不是一般的房子 它坐落在美国德州的莱斯军事区 整栋房子都用啤酒罐、啤酒瓶和其他啤酒相关的物品装饰而成 妥妥的酒鬼的最爱 在60年代末,一个叫John的人 开始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啤酒罐屋 就这样,他的家一下子成了当地最有名的民间技术地标之一 据说光是啤酒罐,就用了超过5万个啊 John在1968年开始这个疯狂的项目 他把成千上万的弹珠、鹅软石、黄铜饰品和金属片 切入混凝土怪和红木中 做成了露台、围栏、花香等等 搞笑的是,他之所以这么做 竟然是因为不想修剪草坪 所以他干脆用啤酒罐覆盖整个房子 然后在前后院都铺上了水泥 只要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都是一样的说辞 真是简单又任性啊 2004年3月,John还在Spy电视台 被评为本周最佳男士 2010年crack.com甚至说 如果要票选死上最厉害的人 John至少应该进入候选名单 塞尔维亚、西布的德里纳河中间 有块岩石上竟然出立着一座木屋 这座小木屋的故事要追溯到1968年 当时一群游泳爱好者想找个地方休息 所以他们就在这块岩石上盖了第一座房子 不过这个小木屋的命运啊真是多喘 到2019年为止 他已经被洪水冲毁了7次 但是当地人还是会坚持去重建 很佩服他们的毅力啊 不止这样,这里还有个传说 据说中世纪英雄Marco曾经路过这里 他想过河,但又不想让他的马踩进深水里 于是他爬上附近的塔拉山 丢了块大石头到德里纳河里 然后马就这样背着Marco 从一边跳到另一边 据当地人说 他们现在还能在那块石头上看到马的体验 如今这块小木屋已经成为 塞尔维亚最上进的地标之一 2012年8月 他的照片还入选国家地理杂志的阅读照片 在法国戴尔姆 有一座名为主人之屋的建筑 现在它既是火廊 又是有个中心 外观非常特别 那么这栋楼呢 以前曾经是监狱 学校甚至是殡仪馆 多年来 无数人在这里来来去去 把他们的故事都留在墙壁里 所以法国艺术家兼建筑师 Christopher和Mary 要把这座建筑变成一种鬼屋 他们用剧本以锡块 把整个建筑包裹起来 让它看起来又大又笨重 然后他们喷了两层祭安棘树枝 让表面坚固防水 接着他们把黄色的树枝涂成白色 让它呈现出幽灵般的外观 看起来像是要渗透到地底下一样 主人之屋这个名字的灵感 是来自法裔美国画家和雕塑家 马首的一句宋关语 客人加主人等于鬼 虽然它外表看起来像个幽灵 但它确实也是迎接游客的主人 对于梦想者把火板带进家里的 火板爱好者来说 这个火板屋就是终极梦想 这个在美国加州的神奇房子 名叫PAS House 在这里你可以在室内和室外的任何地方 火火板 这个疯狂点子的主人是Pierre 是一位全世界冠军火板手 也是Edniss品牌的创始人 这个PAS House是世界上第一栋 专为火板设计又能正常居住的房子 连巴黎的博物馆都忍不住展示了它的原型 住宅内有三个不同的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客厅、餐厅和厨房 第二个区域是卧室和浴室 第三个区域就是火板练习区 最酷的是 这三个区域都是可滑行的 因为这里的地板连接着墙 而墙也连接着天罗板 所以它们其实是一个只近为3.048米的大管道 当然这里的家具也是可滑行的 无论是嵌在墙上的沙发、厨房、浴室 还是独立的餐桌、厨房倒台 床只要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你知道英国牛津有栋房子的屋顶上插着一条鲨鱼吗? 我没在开玩笑 是真的!这栋位于海丁顿区的房子 屋顶上真的有条巨大鲨鱼 它的头朝下扎进屋顶 这个奇特的屋顶雕塑名叫无提1986 但大家基本上都叫它鲨鱼屋 当时的事情是这样的 在1986年8月9日 这条鲨鱼突然从天而降 吓坏不少路人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家房子的主人 也是当地电台名人Bill搞的鬼 这条重达200公斤的玻璃纤维鲨鱼 可不是随便弄的 这是雕塑家John和他的朋友 木匠Anton 活了整整3个月才做好的 更有意思的是 他们选在长期原子弹爆炸41周年那天节目 Bill解释说 这条鲨鱼是为了表达一个人 因为感到无能、愤怒和绝望 而在屋顶上撕开了一个大洞 这其实是对何能的一种控诉 暗指切尔诺贝利核灾 和长期原报这样的惨剧 韩国水源氏的前市长 有一段很特别的人生经历 他竟然是在他奶奶家的马桶里出生的 那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一生都对干净的厕所非常执着 90年代到2000年初 当市长时他发起了一项计划 说是要把全市的公厕都整得干干净净 后来他还成立世界厕所协会 想把这份厕所情怀推广到全世界 那么因为这些努力 他还得了个厕所先生的绰号 2007年他做了个决定 没错 他把自己的房子 从建成一栋造型像马桶的新房子 他给这栋特别的房子 起个雅号叫哈五角 意思是消除烦恼的房子 这名字来源于韩国寺庙的厕所 听起来还挺有文化的 他去世后 这栋马桶屋被捐给市政府 然后被改造成一座厕所博物馆 博物馆里展示了厕所对社会健康的重要性 以及不少厕所主题的艺术品 这个奇怪的房子 是波兰建筑师 Golos和Sebastian的脑洞之座 他们把这个项目叫做颠倒的世界 目的是让游客对日常物品有个全新的认识 想象一下啊 当你走进这栋位于德国的房子 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除了外面的台阶和充当入口的阁楼 所有的东西都是倒反的 屋外的墙上还挂着倒立的长凳 独轮车和自行车 看起来就像是重力失效了一样 进到屋里情况更加离奇 沙发 厨房家具 棚栽 甚至艺术品全部都倒过在泥头顶上 你站着的是天花板上 而抬头看到的却是地板 想买个保证你上班上学不会迟到的房子吗 这里有一个绝佳的选择 那就是整个都是时钟的公寓 这是位于美国布鲁克林 著名钟楼大厦顶层的三层富士顶楼 它的面积达633平方米 最初是有一家指向制造商 在1914年建造的 这豪华公寓的美面墙上 都有4.2米高的时钟 不仅能让阳光充分照射进来 还能让我们欣赏到布鲁克林大桥 和纽约港的壮丽景色 而且躺在床上就能看到整个纽约的天际线 不过这间公寓的价格可不便宜啊 它最初要价2500万美元 结果在市场上过了6年多都没有人想买 最后只能以1500万美元成交 虽然比原价少了1000万 但这个价格创下了布鲁克林公寓售价的最高纪录 除了四面时钟墙之外 这里的中间还有一部玻璃电梯 住在这里 你会体验到住在瑞士手表里的感觉 如果让你设计个独特的房子 你会怎么设计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脑洞大开吧 拜拜